我覺得北韓現在最詭異的事情就是 現在金正恩不管到哪裡 居然都帶她的女兒金珠愛 甚至還下了一個命令 現在在北韓你只要名字有珠愛的 你要給我改掉 我也沒誰知道你女兒叫金珠愛 你叫了金珠愛不可以有她的名字 好 那剛剛講到 現在本來以為說我只是寵女兒吧 所以我就帶她出來見識場面 可沒有喔 現在連郵票都出來了 所以你當時講說 今天金正恩非常刻意的把金珠愛給弄出來 這個代表說 他有可能是未來金氏王朝的繼承人 越看越像了 對 如果他下例要把這個大家的名字 跟金珠愛一樣的名字改掉的話 代表就是繼承的概念 真的繼承 因為他以後這個如果當一個王 或是當一個所謂的領導人的話 怎麼可以讓民間的這個姓名跟他一樣呢 就像之前一樣 你知道那個什麼令計畫令什麼的 令胡他以前叫做令胡 是因為胡錦濤當了這個所謂的國家主席 不能叫令胡 所以就把胡拿掉 這個跟傳統中國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到 所以令計畫已經叫令胡計畫 令胡計畫 後來等到胡錦濤下來之後 就改回名字叫令胡 他們家屬又叫令胡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當如果說下令這種事情 都要改名字的話 就代表說他已經認定 這一位金主愛就是下一任的繼承人了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找一個九歲的胖女孩 來這招繼承人呢 不是 因為他身體不好嘛 39歲的金正恩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掛掉啊 因為你知道說他可能有痛風 有糖尿病 有什麼其他的肥胖疾病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你看到 他們連國家的郵票 上面都用這個金主愛的這個照片 這是北韓的郵票 北韓的郵票是金正恩跟金主愛 金正恩跟金主愛 金正恩跟金主愛 對 把所有最近來講的話 出席在任何的軍事場合的照片 一一一的就用郵票的方式來呈現 那不是為了紀念啦 是要讓全國民眾都看到他的女兒 長這個樣子 我們之前不是想過嗎 如果說他現在不把女兒拿出 這個帶出來 讓所有的軍方都看一看的話 哪一天說不定金與正會奪權也不一定要 說不定他的其他什麼親戚會奪權 或者是金正恩的兒子在海外又飛回來 奪權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來講的話 必須要把他這個 這個所謂的栽培的 而且刻意栽培的這樣的一個女兒 帶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他才九歲耶 對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們現在勞動黨裡面 內部來講 金與正還是掌握了某些黨權 還有某些職位 那會不會說現在來講的話 未來這個小女孩呢 會慢慢的進步到 比如說擔任什麼樣的黨的職務 讓她能夠開始有一些什麼 歷練出來 那至少是什麼東西 至少這是既視家族的這個成員 讓大家都知道說 這是未來繼承人 但問題是說 是不是內部的確出現 有人想要奪權的問題 是不是有人想要趁著金正恩的 身體狀況不好的情況之下 那為什麼這麼突然 你如果說讓他長到18歲左右 再把他帶出來 不是剛剛好嗎 為什麼非得要在10歲的時候 時間這麼趕 時間那麼趕 顯然是不是金正恩身體狀況有問題 或是得到什麼絕症 或是得到什麼疾病 巴得他不得不現在把這個小女生 在這個時候出來亮相 難怪他的妹妹越站越遠了 是啊 那他妹妹是另外一個可能繼承的人選 因為跟他是同一個媽媽生的 所以對這個金正恩來講的話 他其實更要確保的是自己的家族 那可能在他的這個三個小孩當中 他認為這第二個才能夠繼承他的大業 所以就一直不斷的把他帶出來亮相